帅气 大气 牛气 亲爱的朋友们 打开淘宝APP 要描绘一幅美丽的画卷 就需要这样一股的精气神 豪气 牛气都在其中 对 我们春节的时候都要贴春联 其实每家每户的这个春联里边 也藏着精气神 又对国的 又对家的 家国情怀 其实都藏在我们的春联当中 对 一年又一年陪您看春晚 一年又一年陪您过大年 王宁 沙晨在这儿 再给您拜年了 拜年了 是的 我们一起来陪大家看春晚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活动 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 就是拍春联上央视 我们现在正在继续 我们看看吧 有几幅春联 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的演播室 看看这些春联有没有打动你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驻守新疆阿拉山口边防连的战士们 他们给大家上传的春联 来 上联 下联是不忘初心跟党走 下联是牢记使命守边关 横批中城戍边 看这是对国的惊喜事 没错 战士们说了 这边关有我们在 祖国请放心 那今天呢 我们还会继续征集 所有大家的春联 希望朋友们都能够 在跟我们一起来守岁的过程当中 想想过去的一年 你迎接了什么 想想未来的一年 会有什么到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 一起欣赏这样一个小品 开往春天的幸福 但是我们的高铁不会晚点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有一种速度 叫中国速度 有一种骄傲 叫中国高铁 我代表城务组 给大家拜年了 贾哥 各位好 我在这儿也给你拜年了 我祝你一帆风顺 二龙腾飞 三号我有事 四号你替我值个班 我五号六点钟的车 七个小时八点到我老丈人家 我跟他久久未见 是十分想念 我走了 哥 哥 你干啥呀 老弟呀 这小年儿拜得挺有创意呀 这一帆风顺 二龙腾飞 从三号开始 你事挺多呀你呀 我媳妇不是怀孕了吗 我答应今年去他家过年 但是刚好碰上我值班 我寻思你再踢我一次 我寻思我能不能踢你一脚 哥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真答应我媳妇了 但哥是无辜的 你就说行不行 我就说行啊行 称呼组家好人并非浪得虚名啊 没错 我这个虚名就是浪出来的 哥 我听说我嫂子是个空姐 平时你们俩聚少离多 你总替我值班她不会不高兴吧 你给我变了 这勾起上京往事的小坑 嫂子给你蹬了 咋的啊 我没腿呀 我就不能先蹬她呀 为什么呀 人家是空姐 咱这是高铁 一年到头见不到几面 这爱情的小说怎么续续 我听说我嫂子长得可漂亮了 你看过她卸妆啊 我上哪儿看她卸妆去 没眉毛 就这两条跟皮一个长 跟你这一样 那比我严重啊 从这儿往上全美了 你这上都有 这样的呀 有一次我俩约会啊 她就坐我对面咱俩吃饭 那灯一照拿双筷子 我以为伏地磨 这是人搜啊 这是 你这眉毛不大 怎么在脸上显得特别的重要 这个人呐 没头发可以 但没眉毛不行呐 没眉毛 眉毛 眉毛 来嘴嘴 冒昧了啊 我怎么冒昧了 你帽子没了 我帽子 我说我头这么凉呢 拉哪个车厢了 我帮你找找吧 站住 这不是我的 公姐前女友 妮妮吗 请叫我伏地磨 听着了 啤酒 野料 矿泉水 花生 瓜子 活腿肠 谁一定的方便面 站住 都泡肿胀了 你说咱俩分手还不到一年啊 你就这么说我呀 你这是一点都没记着我对你的好 小妮啊 好像你还是对咱家楼下收费品的大哥 更好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咱俩一吵架 你就把我送你的东西卖给他 一和好我再从他那买回来 这差价叫他赚的 买房了 那咱俩为啥分手 你心里没点数啊 你一点都不知道关心我 你咋就知道我不关心你啊 咱俩不是总见不到面吗 那你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我打电话你得接呀 那谁让你总在我上班的时候 给我打我下班你怎么不打呢 你下班我不得上班吗 我不是让你把工作给辞了吗 我就想当一个热爱工作的美男子 怎么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啊 你别发现我了 我还是先发现发现你吧 怎么的一个空姐 大过年内不坐飞机坐高铁 而且还专门挑我这趟车 你这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的心 等夜了 嘉宾 你过来 跟你说个悄悄话 别忘了当初是你给我提出的分手 哎呀过来 我就给你个机会 嗯嗯 你骂谁呢你啊 你空姐咋骂人呢 茶票 我网上订的 什么事 哎 鱼本人不服 怎么不服了 在上面有没吗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投诉你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跟你说成对不起 列车已经出发 前方到站 郑州东站 哎 妹妹 妹妹 她哭啥呢 你哭得多明白 老妹啊 你慢慢哭啊 哥都能听懂 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的 把她的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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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有点过分了 你听懂了 腰点符号都不太差 我说别的女乘客哭 你就能听懂 那我哭你怎么就不懂呢 你哭吗 你每次不都直接动手吗 那哪次不都是我哭吗 哎呀 那她都说些什么了 她说 她跟她老公吵架了 她老公把那个结婚今天日给忘了 她就把她老公的火车票给退了 但人家两口子绝对没有动手 这么重要的日子都能忘 旧该跟她吵 姐支持你啊 不你跟这餐我啥呀 那老爷们不得有自己的事业呀 不得赚钱呐 那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那呀 干啥 那不得给你们女的买个包 买个雕 买点好吃的洋洋彪 再满足一下你们的小傲娇吗 我也没觉得你满足我的小傲娇了呀 我不是没钱吗 那钱呐 我给那收费品大哥买房了吗 忘了 哎呀 行了 别吵了 我以后再也不跟我老公吵架了 看到你俩 仿佛看到三十年后的我俩 太磨叽了 等一下这磨不磨叽 咱们先放一边啊 这三十年后哪来的呀 我看起来有这么老吗 哎呀 你跟那个乘客你计较啥呀 按他那个推算的方法 现在我都退休了 行了 老妹 你坐下吧 人家说的没毛病啊 嫌老了 该找了啊 不要 你找了 我心可没那么大 多一个都装不下 妈呀 你还跟他讨我话 你一贴 你还 贾哥 拿了一会儿 我想好了 我不能光顾着我自己的幸福 你的事我也得提升日程 我啥事啊 你再也不用去建立个福地膜了 哎呀 咱们餐厂里终于有肉夹膜了 你弄不弄呀 你说什么呢 我说我要给你介绍个对象 我有个朋友 二十九岁 是个教师 停停停停啊 停停可不行 停停人家有对象了 我让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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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姐更不行了 于姐虽然是单身 但是女儿都已经念大三了 女大三抱金砖 你是这个意思吗 你咋有点彪呢你啊 你其实智商陷号了你啊 那是那么个大三吗 嘉宾啊 看不出来啊 这位是 啥 你把嘴巴里的鞋带掏出来 他说的是 福地膜 谢谢你的广播 嫂子 本尊 这不有眉吗 这没毛病啊 这 我帽子呢 落哪个车厢了 嘉宾啊 你还挺讨人喜欢啊 不是 我跟你说 我就多运来我告诉你 不是你来 称不愿 称不愿 你让一让 来 你往前面上一上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请问一下 这个一车厢的应该 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一车厢的应该是这个位置 但你这不是应该啊 你这是无座啊 这咋 这个是的 这个是我给我老婆买的票 终于找到了 走了我好几个车厢啊 不是 老弟干啥 你这当自己家了 拉花盖上了 你要半春晚的你啊 不是 你不知道 我在这个城市当保姆 我老婆在下个城市当保安 过年回家 我们都坐这趟车 前后久就上 你老婆当保安啊 本来我们俩一起去面试当保安 他们觉得我这个气质 适合当保姆 我这个人做事情比较细心 没毛病 不跟你说了 我要准备惊喜了 哎呀 你这个故事虽然短啊 但搞得我很感动啊 哦 你等一会再感动 他上车之后 你帮我把这个高铁的电闸拉拢 那我不敢动啊 你给我喝二斤我也不敢动啊 你咋这么冲动 你要干啥啊你啊 我不是说要给他准备一个惊喜吗 你想一会 他一上车 电闸一拉 车厢一黑 我掏出一个小火子 灯一亮 我对着他大海一声 张秀决 你要收了他啥 我不是要收了他 我这个是浪漫爱情 被你整成抓妖蟹型 哎呀 你看看人家还知道制造点浪漫 你呢 我不懂什么浪漫 我只不过给他准备了个惊喜 我给他买了个戒指 我的戒指 我的戒指 我来陈伍原把车停一下 我下去找戒指 我要把车停一下 我就得下去找工作了 咋的啦 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我只给他买了个糖戒指 我好不容易打工 给他买了个真戒指 我戒指来 你先别着急啊 你这个戒指多少钱买的 十二万五 你是打工去了 还打劫去了你 这咋花这么多钱呢 打完劫三千多 粉碎性打折 要不这样 我给你凑凑钱 你再给你媳妇买个新的 咱们一块凑凑 漂亮 人间自有真情赛 那想买戒指 你得点外卖 点啥外卖 这是铁路 不是金铺 张秀娟上车 看不到戒指 她的唯一晚会 到此结束 那你说该怎么办吗 还咋办一个人 都归位吧 啥也不是 比如我 大哥怎么上班 还随身携带一个戒指来 这不是大哥的戒指 这是大哥的青春 那个 大哥你这个青春 几克拉的呀 大哥的青春 是眼泪八叉的 什么意思 这是给某人 准备的生日礼物 还没等送呢 就叫人家给登了 哎呀 那这个女的 太不懂得珍惜了 大哥你这么好的人 谁跟着你幸福一辈子呀 你听听 老弟啊 我发现咱俩有缘分 这个戒指对我 没有什么太大利益了 拿去 我不同意 我跟你求婚呢 不是 拿着 大公我不能要 你这个太贵重了 我怎么还给你嘛 小辣 小辣 什么小辣 格局小辣 你出去打工 你不就得坐那趟车吗 这就证明你出去打工 就一定能够碰到我 到时候 我以后都不打工了 老弟啊 你不能为了个戒指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呀 不是啊 大哥你误会了 现在我们村里面 发展得特别好 搞养殖的都自己盖楼了 我打算回去之后 跟张秀娟在家乡创业 冲动 别这样丢了啊 谢谢大哥 列车前方道站 郑州东站 这就是你之前说 要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啊 那呗 那咱俩分手都这么久了 你还把戒指戴身上 你怎么就不知道戴着我呢 我哪装呢 要不这俩都是你挑一个呀 我一跟你说正经事 你就跟我开玩笑是吧 我不是 我这么 姐 别生气了 大哥多幽默啊 其实啊 我看明白了 你心里有他 为什么面子上放不下呢 你看 大哥工作起来多帅啊 啤酒饮料 矿泉水 花生瓜子 火腿长 腿收一收 所以啊 人长得老点 能人 你嘴收一收 哎呀你不懂 我俩这工作性质呀 平时也见不着面的 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那我真不太懂 毕竟咱们也不是一代人 我俩都是80后 我来说句公道话吧 当然我不是因为拿了大哥这个戒指 我手短哈 我跟张秀娟一年才见一次面 四次见面像初恋啊 两个爱人距离不是问题 心要在一起 当然我再次重申 我不是因为拿了大哥这个戒指 我手短 大哥这是我自己的戒指 我放在内包了 我就说丢不了嘛 我来给你大哥来 哎呀我苏水总一般不挽为拿 确实这个戒指对我来讲 确实没什么意义了 郑州东站到了 我今天为什么坐这趟车 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了啊 我马上就要下车了 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其实 我特别希望你能够继续陪我坐下去 因为我有句话一直想对你说 上次分手 就是因为你过生日的时候 许愿一关灯 我睡着了 我想跟你说上对不起 我知道 你是为了给我准备生日 连踢了两个班 三天都没有休息了 但我今天不想听对不起 我要听另外三个字 你呢 你如果继续做一些的话 我想对你说 补账票 补账票 哎呀 这不 杀人 喂 你咋 你咋 大哥 这有杀子让你说的 还补账票 你该去医院挂个号 就该去医院挂个号 再配个CT照一照 我脑子里没有打水泡 我照啥照 哎呀那戒指又砸手了 唐唐 你怎么来了 唐唐 我找你找了好久 可算让我找到你了 我答应你 以后不管忙成什么样 这结婚纪念日啊 我一定陪你过 对不起 我错了 那我问你 结婚纪念日是几号啊 对不起 我又错了 对 归位吧 是爱不是 好了 张秀爵 你好像我天啊 你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当然了 按着一楼客室 乘风破浪而来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哎呀给你准备了个礼物啊 真的 三二一 哇你这个戒指上面这么 天不天 天 这个是给你的 做一收一收 啥不天呢 这个是真的 真的 哎呀那你那个借尿呢 外皮里的借着上的玻璃球子 看着还挺慌眼的啊 开不开心 开心 心不惊喜 惊喜 意不意外 意外 喜不喜欢 一般 怎么一般呢 太贵了 那鞋弄件 没事张秀娟 为了这个家你辛苦了 今天我不仅要送你戒指 我还要对你说下个字 学着点 哎呦 我爱你 过来 哎 哎 马上就要开车了 抱小孩的坐一下啊 贾哥 你看这是 哎呀 你弟妹 哎呀 这个弟妹好看啊 哎 哎 不是不是不是 我说我 我再讲 我那我是我是说 我说这个弟妹也是越来越好看了 在酒量上来 皮肚都喝出来了 怀孕了嘛 哦 不是要跟你回家过年吗 哎呀贾哥啊 我都想清楚了的啦 之前想去我家里拜年的嘛 怎么知道他突然间要加班我 那就是我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应该去哪个家里拜年后呢 啊 终于被我想到了 我们呢 今年哪个家里都不去 我们响应就地过年 我们今年不回家啦 OK 你听懂了啊 总在参与嘛 你弟妹说呀 今年你不用替我支班了 我们就地过年 这是好样的啊 哎 扫几咧 要啥 扫几啊 要扫子呢 这怎么乐了咋的 扫子 扫 啊啊啊啊 是什么呢 我这 我这 大哥不会说话 把人给气走了 他呀 根本都不懂爱情 大人说话 小孩别插嘴 哥你愣着干啥呀 扫子多好 赶紧追啊 我一年都坚持过来 我哪好意思追啊 哎呀 伽哥 你快点追他回来啦 不去追就翻脸啦 你瞅啥 我瞅你咋的啊 啥人追啊 这都没话说的 牙趁 不是 我的车快开了 玩犊子了 这啥 嗯 嗯 嘉宾啊 我有包纸巾拉车上了 你要是有空的话 你给我送家里来 啊 有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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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找着 哎呀 人家给你机会呢 啊 我确实没找着 哪有纸巾呢 哎呀 这儿呢 这儿呢 来 来 妈呀 这么多啊 找着了找着了 那样 这么说咱俩就和好了呗 你放心啊 不管有没有空 我都会把你的纸巾 送家去 这就对了 嗯 嗯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 你跟我聊天 就不能加个 宝贝儿吗 哎呀 杀不计 你咱 你放心 不管我 有没有空 都会把你的宝贝纸巾送家去 哎 哎 别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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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发 谢谢大家 大年夜 我收获了爱情 让我们每个人向着自己的幸福 出发 漂亮 一路都在撒糖啊 各位单身的朋友 没关系 爱你的人在路上 说不定这会儿正坐着高铁 用5G看着春晚 一路奔向你 真的是要感谢5G 感谢中国高铁 说到现如今我们的互联网和交通网 那真的是相当便捷 就说这高铁吧 四通八达 舒适快捷 还把咱们准时送达 透过车窗沿途的风景 尽收眼底 这叫什么 坐着高铁看中国 舒心 惬意 想象一下啊 左边一片片崭新的乡居 右边一座座雄奇的新城 看得过来吗 那简直是眼花缭乱 所以我们看的呀 就是一幅流动中的山水长卷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 美丽中国的气象万千 是啊 新时代 处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接下来先带您去看一看 可可托海吧 一起来欣赏有王奇演唱的歌曲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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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结婚 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 对 好像这么多年来 催婚都会变成一个社会性化题 每到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来聊 怎么样我们才能够 让我们家的亲人们不担心了 不再问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有千百种答案 但在我们的春晚的舞台上 也有一种答案 我不知道跟大家想的是不是一样的 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邀请到 在春晚的舞台上 给我们呈现了那些精彩节目的演员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很多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发生过的真人真事 我们会连线新闻的原形 让两位进行时空的对话 没错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叫催婚 来 我们来看一看小品刚刚开始 今天这事你听我的 那我和你女儿倩倩的事 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咋能叫我女婿呢 妈 你不是一直说喜欢我们倩倩吗 今天她一回来 你直接跟她表白 直接表白这也太突然了 不突然 阿姨看你挺好的 你总比她找的那些假的强多了 谢谢阿姨 那我准备去了啊 等会儿记住 形式气氛一定要搞起来 加油啊 阿姨有你这话我就撒开了搞了啊 龙龙 我看好你啊 你自信你才能自强 叔叔 珍惜吧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叔叔了 这怎么还封一个 我闺女今天回来 我想起了一部对联 闺女今年二十八 一人挣钱 一人花 来年归女就二十九 赶紧找个男朋友 横批 单身是狗 你整她对联有啥用啊 你得用行动帮她拖单 你也看看她朋友圈 关注关注她的动向 你这话说的 你能看见她朋友圈啊 咱俩不都一个待遇吗 看的就是一条直线 我告诉你以后不能那么瞎催了 你催来催去结果怎么样 连续两年 顾俩假男朋友回来骗我们 行了 今天闺女回来 你就看我眼色形势就完了 妈 妈 哎呀 闺女回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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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女 闺女怎么样累 失累坏了 不累 眼儿不累 哎呀 怎么样你那个 你那扶贫直线整个工作干的开不开心呢 老乡们可喜欢我了 我可太开心了 开什么心呢 有那没心没肺的样 你到这岁时候不结婚 你还开心呢 结婚就开心 结婚有什么好的 我们一同学都三婚了 结婚要是不好 人都接三回 跑偏了啊 别听你妈就说的没用 闺女来吃点有用的 来 哎呀 怎么样 这橘子甜不甜 甜 哎呀 你知道橘子为什么这么甜吗 嗯 因为这橘子一掰开啊 全是伴儿啊 这橘子都有伴儿 我们家倩倩生有伴儿 爸 你再说我不吃了 不吃橘子 来 包蒜 闺女你看 蒜都有伴儿 你看你妈 我的伴儿 你的伴儿呢 你俩别秀了 实话说了吧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人一会儿就过来了 真的 当然真的了 得了吧 你前面找那俩 不都是同学假扮的吗 嗯 走了 得 小学同学吧 妈 这可不是我叫来的 我叫来的 龙龙过年好啊 叔阿姨 过年好 这孩子气质多好啊 你说 龙龙啊 就是一直喜欢 倩倩 这孩子主要是 心体善良 心眼特别好 你可拉倒吧 咱倩倩要能看上她 还能单身到现在 这跟真正的多好啊 好什么呀 呆头呆脑的 阿姨 咱倩两步吧 我能听着 对不起 孩子这样的多真好使 我跟你说 我把我把维维叫来了 我想把维维介绍给咱倩倩 你维维哪有龙龙好 嗯 给闺女选男朋友 就像你选车一样 你不能给我好看 你也得好开呀 那也不能整个气囊回来呀 阿姨 你就当着我的面直接骂吧 哈哈 龙龙又听见了 我已经习惯了 我 没事 阿姨 也许我是稍微丑点 但是叔叔也没必要强到哪去啊 对 他不正常找了一个聪明 善良 温柔 体贴 贤惠 可爱的 女孩吗 说到阿姨都不好意思了 只有岁数还女孩呢 但是没事 好听 阿姨爱听 大力啊 你去吃饭去吧 你就不会说这好听的 可爱的大力 龙龙 今天两不说话来 哦 凯德女孩整得挺好啊 天天就看你的了 你自信你才能自强 不让叔叔失望 放心吧 龙龙 接三不说话 你怎么还没瘦下来啊 女朋友还没找着吧 不是 谁说我胖我就找不着女朋友了 那前天有女的差为我自杀呢 真的 为什么呀 她说死都不跟我在一块 再说了倩倩 我为什么胖你心里没数吗 二十岁那年 青春懵懂 我向你表白 你把我拒绝了 你说 你喜欢甜甜的男孩 从那天起 我每天吃糖 白糖 红糖 QQ糖 一年后 我左手拿着大白兔 右手攥着胰岛素 但我依然想对你说 倩倩 龙 给你介绍一下 我男朋友嘉伦 你好 我爸小龙了 爸妈 我的橘子伴 任嘉伦 叔叔阿姨 一点小礼物 不成敬意 你好你好 坐坐坐 坐吧 哎呀 不乐 不乐 来来来 你也坐 坐坐坐 这小伙儿真精神 跟我闺女真般配 孩子 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三十了 跟我闺女相处多长时间了 我和倩倩在一起半年多了 这都没说 倩倩见过你父母了吗 你父母对倩倩满意吗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我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啊 那个阿姨 我回家了 阿姨赶紧走 来来来 你别动 阿姨 你不 倩倩你还不了解吗 去年的就是来个假的 今年的不知道真假的 冷静 阿姨 孩子的名我都起好了 男孩起了76个 女孩起了68个 要是生了龙凤胎 那就有四千多种组合呀 大力 大力 做鱼去吧 我说高兴了 倩倩 帮你们拿去打个下手呗 我这闺女老优秀了 小伙子你别坐那么远 你坐过来 来来来 好嘞叔叔 你是干什么工作呢 你是 我是研究果树种植的 你跟倩倩怎么认识的 倩倩为了帮助果园增产 来到了我们农学院 然后 哎呀哎呀 那你们两个 已经认识半年了是吧 那你说你很了解倩倩 是 我想问你 倩倩最爱吃的一道菜是什么 叔叔我知道 公报鸡丁 倩倩最喜欢吃 我给她做的菜 那你 倩倩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 是什么 倩倩没有不喜欢做的事 因为她不喜欢做的 我都帮她做了 那我 倩倩喜欢晴天 阴天还是雨天呢 她喜欢和我在一起的 每一天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倩倩最爱听的一首歌是什么 闭嘴 你别再说土耳情话了 倩倩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 每当我醒来发觉 我的世界没有你 在你的枕头 右边的柜子里面 是你18岁 是你妈妈送给你 你最喜欢的毛绒玩具 你没有我了解 倩倩你根本就没有叔叔 龙老 要不你先回去等通知嘛 我没有讲土耳情话 叔叔 倩倩最喜欢听的歌是 我要 我要你在我身旁 我要看着你梳妆 这夜的风儿吹 吹得心痒痒 我的鼓 可以吗 阿姨 太好听了 这是我特意为倩倩学的 那个阿姨说说我走了 龙龙 要不你给你爸妈先带点年货吧 对 带点鱼 来来来 来来 快快快 谢谢 我今天来 你来 坐 表现不错嘛 还是有点紧张 可以了 可以了 血液带了没 当然带了 看 五千块钱 收好了 在这儿给不合适吧 赶紧拿着 记住了啊 千万别说漏嘴 我你还不放心吗 怎么又是个假的呀 咱这闺女顾着上瘾呢 是 我让她走 是 这活我来 上 你好 嘉伦是吗 对 那个 刚刚叔叔阿姨给了我点年货 你拿着吧 好多余啊 好有自知之明啊 把那个协议拿出来念一念 爸妈 干嘛呢 我问你要干嘛呢 你 你从哪找到演员 你看这让她走 她真是我男朋友不是演员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不好意思我帮你们念啊 叔阿姨要听倩倩 甲方倩倩 以方嘉伦一起签订爱的 协议 责任是你爱我 义务是我爱你 相伴到老是有效期 什么呀 雄叔什么 当中见清楚 我们已经看春晚 陪您过大年 现在回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大家会看到 我们多了两位嘉宾 他们是从春晚舞台上 穿越来的 穿越来的 过来的 幸福号场 下车的乘客 在幸福游战下的车 对 乘务员嘉宾 还有乘客 杨迪 被抱的那个小孩 小孩 杨迪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完事了 此时无声尚有声 对 这个开往春天的幸福号 取决于生活 因为我们看到了特别多 我们在新闻当中会看到的片段 是 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贾导 贾兵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们也是听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就是两个都是在这个 这个职业都是 因为他没有时间可控 对 然后这样的一对恋人 这真事 一对恋人 然后他说他就学会得好了 对 就是挺感动的 我那是听朋友讲 我身边一个朋友说了这个事 但可能职业稍微有一种 有点差别 有点出路 但事就是这么个事 就是因为这个工作 不能够经常在一起 他们俩非常相爱 家里面也非常 非常好 就两家的家庭都处得非常好 然后就这两个人 老是看不到 老是看不到 就出了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到最后还是好了 还是好了 这打动你的是什么 我就觉得 可能这个 比如说大家和小家 不能在一起平衡 我们在关键的时候 选择的是什么 而且你还要试验他 去体验这个列车员的生活 对 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个人体验 我曾经拍过一个电影里边 两个人是这边 还是有点体验的 有点 但是和相爱的人 不能够长久的 很容易的在一起 有这样的 问你感情的事呢 在这等着跑天了 我还好 我没有 你是幸福的 然后你有 我也没 怎么问这些呢 也没有 也没有 都还行 都还行 但是我们创作 创作 早期创作 没我啥事 我是中期家族的 我们非常负责任 创作好旅游 再把它签来 没有 包袱都马好了 我就说都完事了是吧 我可以来了 没有 但是去了之后 就要根据本身 你自己的包袱习惯 进行一些改口 比如说我是四川人 就要走那个四川口 然后如果哪个包袱 你自己使得比较响 就按照你自己 最舒服的方式来 我这次是真是参与到 那种剧本的 就是大家来顺剧本 然后哪个地方不舒服 现说现改的那个过程 一个非常 尺寸非常大的一个电视机 大家坐在那儿 就是一遍一遍这样顺 你的那个角色有原型吗 在生活当中 原 应该有很多物工的那种 打工者吧 应该是这样子 有 我们都是有 有的原型 只不过是给它夸张了一些 都有这样 各式各样的人都能看到 因为我在搞窗户的时候 我喜欢到一个地 就是火车站 为什么 人多 我在那看人 能看半天 就是可能我今天 金金色色的 对 我可能比如说 我三点多 四点多的高铁的话 我可能十二点 我就可以到那儿 然后吃个饭 然后就坐在那儿 就傻呵呵地看人 来观察 对 观察一些人 就特别有意思 他观察出什么呢 也说不上 就是平时积累的特别多嘛 说不上 会观察出谁戒指丢了吗 创作的时候 可能当时观察的片段 就蹦起来 就会涌现出来 它就会有进来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储存记忆 你包括平时我们看笑话 平时我们看 看小包子库 平时我们看人 它就会储存到里面 但你创作的时候 我那时候好像看到个什么 不是 它就会掉出来 而实际上你看 邢总说就特别说到了 因为有牛的精神在里面 你看老黄牛 就是中国人内心当中 其实最朴素的 而且根植在我们内心当中的 那种情感 对 就是兢兴业业业业的 谁让你踢班你都踢 我觉得一开始进的这个场 立刻就让我们内心觉得 真是就是这样的 老好人 老好人 而您演起来又格外的就是特像你 是吧 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得到老 确实是我的原型 老黄牛同志 你看就像贾斌饰演的这个乘务员 包括杨迪演的这个务工者 其实都是很很普通 最最普通的劳动者 但就是这样的劳动者 就是其实是一头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 才有了我们的高楼大厦 才有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生活 包括各自用打拼 拼出来的这种幸福 是吧 那有什么困难吗 要真的把这样的一个人物 人与生活又高于生活 其实你真正的知道这个人物 我倒觉得不困难 像我们上来几个 因为迪迪也一直在参加我们的创作 到后期的时候 就每个人物上来 他都是有灵魂的 就是就是其实没有那么难 因为他人物扎实 所以说怎么演怎么试 他就自然就按照那条线去走 你比如说他这个是个务工人员 他就一定会按照 他最开心的什么事 就是要给老婆 送个戒指 送个戒指 而且会根据演员的气质来调 因为真的本来的台词 没有那个 我本来是个宝该 后来去当保姆 是因为我演着演 他们说你按这个挺好的 就调了一下 你的气质确实想好 反而有那个 我做事比较细心 做事细心 对 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要请到二位 除了要了解你们怎么创作这个春晚 我们还特别把在你们的小品当中 出现的这些人物原型 会请到我们演博士 就是扎实的生活基础 你们说的 是的 虽然没有办法真的跟你们同一时空 同一个空间出现 我们要用视频连线的方式 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让你们认识一下他们 可以啊 可以啊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 大家一想到铁路夫妻都会觉得 这平常见面可难了 没错 但是你们知道吗 有一对夫妻他们求婚 竟然是在一个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当中来完成 当年我们的新闻节目跟排了以后 火遍了全网 他们俩的爱情故事被全国人民知道了 就是在19年的春节期间 这女孩呢 像您一样是城务员雷杰 雷杰 然后呢 她的班次要惊停这个陕西玉林站 她的这个男朋友当时还是好康 好康 所以他们两个约定在凌晨的0点37分在那个车站见面 但是因为风雪的缘故 这个车还晚点了 所以他们见面的时间就更短了 这一幕让很多网友累分 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 先来再回顾一下那一幕 我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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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缩走神木星吧 我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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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神木星没车了 没事 我坐我们单位的大连回来 我不下了 没事 不下了 我不下了 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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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堵啊 对 住下去 我还别搬 把车本关 关门 要跟你把他护手说 你抹上 你走了我再走 因为爱情 不爱情的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魔朵 好康雷杰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视窗里出现了 首先要给两位拜年了 而且要告诉大家 当年的那对情侣 他是铁路情侣 现在变成了铁路夫妻 在去年他们结束了爱情长跑 喜结连礼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要问两位 这应该是在家里面了吧 在什么地方 你们的这个相见的次数机会是不是能多一些了 大家好 我是好康 我是雷杰 首先在这里 我们俩给大家拜年了 我们现在呢 是在于林 我们家里面 我们小家 虽然房子是租的 不是很大 但是呢 这个房子满满都是爱 因为有好康 所以我们我感觉到特别幸福 我们今年结婚了 恭喜 再次恭喜两位 恭喜这个相见的这个时间吧 就是我感觉 今年我们是结婚第一年 结婚的第一年 所以说 我就经历了定婚 还有这个结婚 以及一个小小的这个 就是带他结婚的一个小长假吧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 见面的时长 比较长了一些 我就感觉到这个 现在非常的幸福 我来过的 那我想告诉好康和雷杰 现在我们的演播是 刚才的那个小品 开往春天的幸福号的主创 贾斌老师还有杨迪老师 就坐在你们的大屏幕的对面 看得到我们吗 能看得到吗 也许看不到 但是现在我想让贾斌 就是雷杰 你这个故事 曾经打动过的这些人当中的 一个贾斌老师 让他来问你问题 可以吗 好 以下问题 由贾斌老师来提问 我就不想问啥了 真的因为我去年看过 可以可以 我去年看过 哭了 刚才看还是 我这一直 我其实过年别哭别哭 那眼泪还是出来了 不问啥了 我就是祝你俩真的幸福 祝你俩幸福 刚才那个小品里 哪一刻让你俩 新潮澎湃来着 谢谢 就是说吧 就是我当看到那个 就是戒指的这个情节 我就想到 我当时也是准备了一个戒指 然后就是 时间比较仓促 就我 我感觉到就是 我要很着急的 去送这个戒指 但是呢 因为时间不允许吧 就是这一个情节 就让我想到了 我那个两年前 我当时在站台上 一路长跑去求婚 去送戒指 那么一个感觉 我感觉到 自己都把自己感动了 你这个 没想到 没想到是我的角色 他想到一些求婚的事 我们俩就是这样的 你这个真实的故事 比我们现在 呈现在台上 要生动了好多 要感人了好多 杨迪正好是你的那一个 瞬间细节感动了他们 你有什么想说的 因为他们刚刚那个时间 我们都不敢想象 就两个人见面那个 都不知道两个人应该拥抱 还是应该说话 因为那时间太短暂 不知道怎么利用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 肯定是我们平时生活中 没有办法去体会那种感情的 那种感受 所以 哇塞 我们 我觉得那段表演 是最真实的表演 他其实在表演 在他那 我不下去了 小撒娇的样子 我不下去了 太棒 我认为是最牛的表演 也许未来会用在 你的小品里边 我肯定用上 续气就是不下去了 肯定用上 是的 为了幸福不下去了 不下去了 他多想把那个戒指掏出来 多想把那句 你嫁给我吧 那句话说出来 就愣是没说出来 对 然后到后面说 等他关了门再走 确实 贾兵当时眼泪就在眼眶里 问一下 好康 你是啥时候 对雷杰说了 嫁给我吧 把戒指掏出来 什么情形之下 这句话是我就是 当时因为那个求婚 就是有一种不完美 就是我一直攒着攒着 在我俩就是 结婚的那个喜业上 我把这句话 我把这句话给他说出来 并把他的那个戒指 给他戴上 这是这个 我戴着呢 我们为你们鼓鼓掌 好闪耀的玻璃球子 闪耀的玻璃球子 对 现在两个人 依然还是在各自的岗位上 可能还会在见面上 有点障碍 那平常你们怎么样 让你们的情感 得到一些补偿啊 也给贾斌老师 新的一些素材呗 对 那边我出个二 是的呀 开往春天的幸福二 就是因为就是说 我特别喜欢我的这个工作 他也喜欢他的工作 就是我们俩就把这个思念 就是重做一种动力 就是互相想念的时候 就埋头工作 就把这个完全转化到 我的这个工作当中 就来弥补我俩的这个缺失 然后下班之后 会互相给对方 讲一些这个 工作中的一些 比较有趣的事 就是来补偿这个 经常借不上的这个面 然后每一次见面 我俩都会精心地去策划 尽量让浪漫一些 那个好康啊 一会儿找我们的工作人员 也留下贾斌老师的微信 您有趣的事 也同时可以发给一下贾斌老师 作为 作为 作为开往春天的幸福号的二 续集的一些素材 谢谢你们 再次祝你们 祝福 牛年大吉 牛年大吉 谢谢 谢谢 什么感觉 二位 真的看到这样的一对新人 就坐在我们面前 他们生活当中的障碍 其实一点都没改变 他们依然想面对这样的离别 对完画 我不知道其位的感觉 我觉得普通人的爱情太艰难了 你不是普通人吗 我跟他们比 没有这么艰难 说实话 太艰难了 但是他们依然在坚守 对 之前的这个新生素材里 两位可能还不太清楚 他们为什么这么艰难 依然还是安于自己的工作岗位 因为雷杰说 我知道好康爱他的这个 货车司机这个工作 然后好康说 我知道雷杰爱他 火车乘务员的这个工作 所以他们谁也没有要求对方 为了这份爱情 做出任何的改变 你看双方到现在 依然是开着大货车 火车的货车 夫人依然是坚守在乘务员的岗位上 就你那句话说了就很对了 来再说一遍 哪句啊 我那么多台词啊 距离不是问题 对 心要在一起 而且我看视频里面 他们两位都是笑嘻嘻的 虽然是平时生活中 见面比较少 但是一旦见面 要把那个时间充分利用起来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 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所以是对铁路的感情 是对这份职业的爱 他们的爱情 勤迁终身 又能找到相爱的人 又能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 幸福的不得了 对 所以我特想问一下 贾斌你说 在创作完了这个小品之后 此时此刻 在你心里你觉得 什么东西种下了一个种子 是什么东西会变化 其实我还是觉得 以后创作的方向 创作的方向还是要 扎盖生活 然后找动人的 找动人的故事去做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你看刚才那个 讲出来 刚才那点故事 其实我刚才看第二遍了 我去年看了一个 依然还会动人 你的好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拿出来 它都是感动的 所以说我们做 我可能以后 我们再做小品 包括做一些影视的 一些作品 我们一定会 踏踏实实地 渗入生活 它出来的东西 才是鲜活的 对 才是动人的 生活永远不会辜负 对 没有任何艺术 是无根的 对 也再次谢谢二位 谢谢 在其实那么艰难的 这个创作过程当中 在精彩地呈现完了之后 就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把这个背后的故事 讲给我们听 谢谢两位 祝你们牛年大吉 你们也辛苦了 辛苦了 一直接受岗位 还要坚守在岗位上 因为你们也热爱 你们的工作 一样 我也再多花两句 大家都很幸福 能够在除夕之夜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咱们的弟子 因为我们都喜欢 当然还有更多 其实在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们 其实此刻 也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包括今年 很多旧地过年 是的 没有能够回家团聚 但是那份情 对家人的爱 永远在 谢谢两位 谢谢 一年又一年 陪您看春晚 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 让所有热爱生活的人 继续我们的热爱 来 先进一段广告